主席各位同仁,張部長以及各位長官,請部長 請張部長 你好 部長你好 首先還是先請問一下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高雄後進溪的這個水的污染問題 那麼,依照你來看 就是說你們現在也在了解 剛剛有委員請問過說你們是不是準備好了 如果萬一這個日月光這個停工了 你們可能造成了一些問題或一些損失 你們是不是準備好了 那可是目前為止坦白講 你們也還沒有這個進一步的這個了解 但是不能不欲作因應 就是說 除非你就打定了打定這種心態就像廠商的 我大到不能倒 我大到不能停工 我一停工會影響多少員工的生氣 我一停工會影響多少這個經濟的這個損失 所以我有恃無恐 如果是這種心態 我想我想日月光公司也不會這樣子想 我們也不會這樣想 而是今天 假如日月光公司的一個廠被停工以後 公司自己本身立刻要做一個應變方案 那麼這一部分呢 其實我們的了解公司現在也還沒有完成 現在也在因應 那公司在 如果被 一旦被 或者是因為我有外資 一旦被勒令同工以後 那麼他需要我們怎麼協助 我們會密切會跟他來聯繫 對 因為不是說我們今天 說一個 他的一個廠 如果說要停工的話 我們來怎麼來把這個廠怎麼樣來處理 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公司本身對於他的這個供應鏈 他自己會去評估 那政府要協助的 他自然會來找你 對 不是他自然找我 我們會去找他們 需要我們來協助 那但這部分跟所謂他 比如說會受到環保機關怎樣的一個處罰 這是兩回事 如果他要處罰 他必須要面對 處罰是金額 那金額他要負擔 如果是停工 那可能會產生的問題 這部分我們會來跟他 我們如何來協助他 因應 希望這個公司不要因為停工 而對整個供應鏈 整個我們IC封章的這個產業 因為他是龍頭 是 而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 尤其是今天早上我再三表示 我不可能在這邊 在沒有任何依據的時候 我們說要對他做怎麼樣的一個處理 是 這個一方面 我覺得這是對所有 今天在台灣投資公司 是一個很很大的一個打擊 是一個非常負面的一個一個一個做法 如果我這樣做的話 所以基本上我們絕對是要依法來行政 是 那但是呢 對於廠商的輔導跟管理 我們也確實要 不知道我這麼說 好 也不會 我相信你們也不會 也不應該會 因為說他有外資持股 好 然後他有恃無恐 我想這個不是考慮範圍之內 他也不會有恃無恐 因為我們了解的日月光公司 包括他的負責人 他們都不是這樣子的 他們今天犯了這樣的一個錯誤違規 所以我覺得他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很大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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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跟教訓 所以我基本上我絕對不認為日月光公司是一個二職的公司 他是確實他是過去都是按照規定在做 但是為什麼會發今天這個事情 我們會來了解 我建議 我們不疑 固然不疑 未審先判 但是也不疑未審先背書 我們也沒有背書 我們今天就要輔導所有廠商 任何廠商發生問題 所以到底他是怎麼樣的公司 他是不是一個一個無良的公司 還是一個有社會責任的公司 我們看證據會說話 當然 對不對 我們繼續輔導公司產業的了解 比如說 地方的環保單位 環保局 地方的政府 如果查出來 他這個排放是今年累月的排放 而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有益的 而且時間隔了很長 然後有益的 譬如把自來水 或把其他乾淨的水 這個 這個 混沖進去 然後來逃避這個檢查 甚至於這個排放 污染了臨近的農田 而且 事正確找的話 如果不是一天造成的 事實上就有可疑之處 就如同之前的黑心油 已經用了那麼久 公司的經營管理單位 居然說 這底下的這個人 他自己用的 我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配方是 他自己想說 欸公司為什麼 進的油 是這麼這麼 價格這麼低 欸中間是不是有問題 他自己要有了解 要不然怎麼叫公司的負責 所以公司在管理上 尤其在這個事件 他的這個 即使是疏失 這也是不應該發生的 對啦 我同意這一點 你這一點我是同意 而且 事實上現行是有法規 我們不是說 真的媒體報導了 這個 沒有錯 來拍了 沒有錯 所以說你就跟他這個 一定要做到多大 對沒有錯 事實上依法有據 第一次要怎麼樣罰 對 第二次怎麼樣罰 什麼樣的情況下要停工 什麼樣的情況下要歇業 要官場 對 有一定的程序的啦 所以委員講的這個 完全就符合法制的這個精神 我希望說這個部分喔 另外 是不是涉及刑責 這也是可以考量 刑法190條之一 或是公務危險的 這個將給事發機關去處理 沒有錯 這個事發機關去處理 那行政的責任跟環保差差 對 是這個地方政府的權 我希望是要這樣做 對 不要因為說 第一個 部長我還是要提到 我們政府 您作為主管 應該中央主管機關的心態 不是環保的主管 是經濟的主管機關的心態 就是說 你還是要看證據 你不宜 事先說他一定有或沒有 我們沒有說他有或者沒有 我們只是說不能因為還沒有證據的時候 就說他有或者沒有 到底什麼原因 要等這個主管機關來確認 今天因為基於這個污染 排放還有相關的這個查核 以及最後證據的一些釐清啊 這個因為非本部的權責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就這部分來跟委員做報告 我們是產業的主管機關 所以我就產業面 就這個公司環保的這一部分 我要環保主管機關 他最後做了認定 我們都會尊重 好 好 謝謝部長 接下來請楊署長 我們請楊署長 署長請問你 水資源作業基金 是 我們每年這樣編 每年這樣花 可是 好幾個水庫的優氧化的情形 卻是越來越嚴重 姑且不要講說已經淤積多少 姑且不要講說我們土石崩落 我們這個水庫預計整治的進度是怎麼樣 光是這個優氧化的情形 就算你水庫沒有 這個蓄水量 有效蓄水量還夠 但水質已經優氧化了 還是很糟糕的 那你水資源作業基金所做的 以及預計要做的 能夠達成多少效果 是 台灣的水庫在夏季的時候 因為溫度高 然後蓄水量會低 夏季溫氧化 又不是從今年才開始 對 所以優氧化的現象 每年都是溫度高 全世界夏季都溫度高 所以我們在水庫管理上面 要針對它可能發生優氧化的原因 跟地點要進行清查 那過去幾年 以什麼水庫為例 跟生活水庫為例呢 優氧化的現象跟次數 是已經有減少的現象 不過這個部分呢 並不代表說 今年沒有優氧化 明年就不會有優氧化的現象 那水庫的營運管理在水質方面 因為現在是冬天嘛 非常重要 冬天嘛 你如果照你的邏輯 就冬天溫度比較低嘛 對 你怎麼樣去了解說那個狀況 對 然後能夠讓明年的溫度 再上升 夏季來臨之前 能夠做一些有效的動作嘛 要不然人家講說 全球暖化是一個趨勢 那你就講 你可以雙手一攤斷 因為優氧化我們沒辦法 你不能用這種態度 對 所以水庫的水質的監控 監測呢 是持續在進行 是每個月要監測的 而且這個數據環保署也會公佈 那我們發現有這種現象 除了在污染源的管控之外 在水庫的操作要配合做處理 比如說有表層的一些水 因為它優氧化的這種水層 但是在深度10公尺以內 在表層的部分 那在水庫操作上面 就要靠一些設施的放水的機制 來讓它的優氧化現象排除 這在水資源作業基金上 我們好好的去探討 對 在每一座水庫都需要這樣來處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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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